Hello大家好,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将拍摄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Vintage的唐老鸭漫画绘本 那我们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它的书的封面上是有这样的一层软皮的纸质封套的 打开软皮的纸质封套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硬皮的封面 封面上方还绘制了唐老鸭叔叔的一点的那个符号,美金的符号 那因为手里的这本是一款早年款,所以会有一些使用痕迹在这边 那翻开绘本我们可以发现它呢是远海外某个图书馆的一个馆藏 所以呢在绯页上呢会有一些图书馆的标记标签 因为它呢曾是图书馆的馆藏所以呢也被不少书友们呢借阅过 翻阅绘本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使用痕迹在这边 这边呢有个铅笔印,如果家中有橡皮的小伙伴呢应该是可以用橡皮擦去的 下方呢有绘本的一个发行年份是2009年 往右边看呢可以看到这一个绘本所包含的那些漫画故事 一共是包含了六则唐老鸭叔叔的漫画故事 从第六页一直到第127页 页数呢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款绘本呢是一个蛮厚重的绘本 然后呢绘本后面的这一张纸质封皮呢 是跟绘本本身粘连在一起了 在这边我就不把它们撕开了 那为了更快翻阅绘本呢我就从后往前翻版 它里边呢包含了六个唐老鸭叔叔的漫画故事 然后呢 它的一个故事的形式呢都是这种美式风格的漫画 一格一格的小小的比较的怀旧 然后每一篇的 每一篇小故事的首页呢都会有这样的一张唐老鸭叔叔的系列的漫画吧 那这一款绘本呢也就是比较的怀旧 像我们介绍了一些唐老鸭叔叔怀旧的故事 它呢就像一本小合集 那翻到绘本的这一页的时候呢 似乎看到了一处修复的痕迹 对这边有一处被透明胶带纸修复过的痕迹 目前呢已经被修复好了 这一页呢也有一处修复痕迹 但是呢对正常的使用啊摆拍欣赏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这款绘本呢因为它的状态一般 所以最终呢会以一个特会的价格上新 那本期的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呢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